她是广西最狠的女护士 因不堪同院男医生每周对她7次侵犯 便将男医生分解成2368块 年仅24岁的她 却同时沾上粉膊网贷 和 被警方抓获时 她更是赔一大盆碎肉睡了三天 这就是震惊全网的广西玉林护士分解案 事件发生于2020年3月22号 玉林市某小区二楼的一位大爷 在如厕后发现厕所被堵 便联系物业上门疏通 维修工在疏通管道的过程中 清理出了少量烧肉 她以为是楼上住户 把吃剩的饭菜冲进马桶导致的堵塞 可经验丰富的老大爷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从肉质和纹路上看 这些肉块极可能出自人身 老大爷当即拨通了报警电话 而玉林警方同时还接到了一位女子的来电 报案女子称自己的丈夫叫罗远健 在市医院上班 现在已经矿工失联三天了 警方迅速出警 在老大爷小区的化粪池内找到了大量烧肉 并在小区停车场 发现了一辆登记于罗远健名下的宝马车 经DNA检测 这些肉块正属于失踪的医生罗远健 由于该小区的下水道是整栋楼连通的 老大爷楼上的住户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调查 楼上的住户名叫李凤平 今年24岁 是11医院的护士 警方迅速对李凤平的房间进行搜查 可屋内的景象 却把经验丰富的干警都看吐了 只见厨房一片狼藉 锅中还残留着炖过的肉 而李凤平的床底 更是藏着一大桶未经处理的生肉 在3月23号凌晨 警方直接到医院将还在上夜班的李凤平抓获 在铁证之下 李凤平很快便承认了犯罪事实 可他却说自己才是受害者 警方了解到 李凤平出生于玉林博白县东平镇 从小家境贫寒 品学兼优的李凤平毕业后 顺利进入11医院实习 做过实习护士的都知道 实习期的工资很低 再加上周围同事的虚荣攀比 从小吃净苦头的李凤平 便也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和购买奢侈品 可他的工资却支撑不了他的消费 为了不在同事面前丢脸 他开始在网上贷款消费 在2019年 同事给李凤平介绍了一款网上打牌的软件 称是可以赚点零花钱 李凤平一开始也是小心翼翼的 每次都指下一两百的小注 很快他就赢了一千多块 尝到甜头的李凤平逐渐放开了 每次下注高达一两万 甚至还骗来亲戚朋友的证件去贷款打牌 结局也可想而知 李凤平输掉的钱 加上欠下的款项总计两百九十万 这时候他才开始慌了 走投无路的李凤平 想到了自己的上司罗远见 罗医生出手阔绰 每天开宝马上班 他试探性地向罗医生发去短信 希望能借二十万一应急 没想到罗医生立马答应了 但罗医生要求李凤平去他指定的酒店当面交易 李凤平也没多想 下了班就去到酒店 可一进房间 罗医生就强行侵害了他 事后罗医生也很爽快地转了六万给李凤平 剩下的十四万则要分两周 每周七次见面父亲 为了钱 李凤平也只能被迫答应 为了方便两人办事 罗医生在医院附近的小区 租了一间房子给李凤平住 两周后二十万顺利到手 但罗医生强迫李凤平写下借条 并附加了百分之五十的年利率 为了满足自己的授予 罗医生还要求李凤平要随叫随到 每周至少要和自己见面五次以上 并且不能和其他异性交往 如果李凤平敢反抗 他就把这些事捅到李凤平老家 让他们一家人都身败名裂 李凤平没有办法反抗 只能任由罗医生摆布 最后罗医生甚至想要李凤平 替他生个儿子 每天都和这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同床共诊的日子 他已经受够了 案发当天 两人办完事后 李凤平灌醉了这个老男人 随后拿出皮带 将不洗人事的他勒死 等罗医生断气后 李凤平转走了 他手机上的11万元 还用罗医生的身份 在网上进行贷款 可在人脸识别时 不管李凤平怎么摆弄 都通过不了 在罗医生没有嫁之后 他开始进行分解工作 并最终冲进马桶 由于分解工程比较繁杂 李凤平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分解睡觉 直到3月23号凌晨 李凤平被抓获 检方认为 李和罗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 并在杀害罗后 盗取了罗的财产 最终李凤平以故意杀人罪 和盗窃罪被判死刑 并罚款3万元 克里凤平却坚称 他和罗医生的每一次 都是被迫的 并提起上诉 2021年8月20日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宣布维持一审判决